大姐30年来又一次尝试短发后 简直太惊艳了 建议收藏 有50了吗 55了 55了 奔着四十个顿使劲没 是吧 有年轻就好 有年轻就好 或者职场先想一点 谨慎一点 干着一点 对 行 谨慎点都是 简单点 别太麻烦了 好大了一点 对对对 我这纠结了半年 很早 很早就关注你 完了我的纠结 后来上那个 年浅那时候 预约一下 嗯 然后让我来的时候 我就出门了 一下给我堵 那不会 捡了 捡吧 我这又纠结 这又来了 然后又又考虑 要不还得捡了 完了我跟他说 你捡一下长 不喜欢了 不会再长起来 这句话说 特别在理 试试感觉感觉 对 好过是再生字 对吧 岁数也大了 嗯 不停了再长 对 年年轻就好 但是别 别绕门了 别绕门了 哈哈哈 这多少年认识我 这没看见过短头了 没看过短头了 这还得不认识我了 这几十年了 这人几十年了 来到 有 晚上女人下去决心 那下早晚她早得来 对 颠上这个事了 就得必须得干 对 这都是时间长短的事 心里边种草的 对 对 真的 你们如果说四五十岁 五十来岁不剪短发的话 你到六十还得剪 那以后就得剪呢 那时候你都会后悔 为什么早没剪 就得剪 没错 现在你还可以剪点个性一点 年轻一点 对 对 下是挺大决定的 是吧 这个决心下了 完了又推翻 推翻 然后再下 然后再推翻 这次 再下了 没事 找到我了 你的一个千辛六十子 那感情呢 你说一个女人 把这么长头发 几十年的信任都交给我们 压力足大 是吗 不是光头发交给 你是把这脑袋交给你的 肯定是那个场发 实验场的 短发了 它瞅着干脸 但是你要说变 没厂数 都不知道变成啥压的 真不知道你 厂之厂之 以前是一直想不拍的 以前那就是一直想拍 那老不剪 就是一直想拍 主要这长头发是好熟试的 短头发也特别好熟试 这短头发 你这天天吹风 天天洗 而且那个 每个月都得剪一次 你不剪一次它变形了 对吧 尤其这年一段 头发是越来越少了 你得发现 之前我没剪头发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做时间长了腰疼 不能在哪带着 找我剪头是无痛的 挺快的 他们有的那时候 一冷头发补到半天 是 受不了 特别磨叽 在那一根一根的驴 然后我就肿不敢上理发店 那什么意料我呢 你去就可以了 回家之后就惊艳了 真的 这个头发要是弄下来以后 把脸挡了点 还显得小点 老灵气了 你想忘了 上面卷看的话 也不要吃别人的啥 就是六微让它 有点纹理 对对对 别让它卷卷 别看出一看都是卷这儿的 dijo 对 对 是